我跟妳說真的喔 我米肝我吃了一輩子 妳不知道他怎麼做 我不知道耶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我知道板條怎麼做 但我不知道米肝怎麼做 大家好 你好 這個是什麼 這是米漿 米漿 我們剛剛討論到一個 米 它也是用米做的 米肝 然後加一點手飯 然後混合在裡面 對 為什麼要加熟飯 因為如果是純色的再來米 它做起來會裂開 然後吃起來比較沒口感 對 加點熟飯的話 它會有一個Q度 Q度 黏度會拉高 那它跟板條有什麼差別 板條是用粉 再來米粉 所以它還有一些其他的粉類 對 所以我們剛剛是純再來米自己去磨 自己磨 加點熟飯而已 所以它保存期限比較短 吃起來的感覺一樣嗎 吃起來的話 是板條會比較Q 對 會比較硬一點 所以我們這個的話是比較 吃起來就跟飯一樣 比較粉一點 比較容易灌掉對不對 對 它比較容易斷一點 所以這次已經加好了 對 加好了一樣 然後就用這個做嗎 對 加起來 好像...好像那種米煉有沒有 顏色不太一樣 顏色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現在 我們現在玩桶的話是 我們用一條一條的 往那個米缸盤上面 這上面有嗎 要抹一點點油 要抹一點油 抹一點油 幫你抹 來 姐姐抹一點油 在那邊 那個姐姐在抹油 那你抹油的 抹一個給我 好 謝謝 好 我要抹一點油 對 如果不抹油的話 它會比較抹一點 OK 這樣脫下來 好的 它是用蒸的還是用... 用蒸的 有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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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剛剛好嗎 對 它搖的時候有技巧 就這樣子 來 示範一下 剛才這樣子搖的話 它很久搖不起來 那我們下次幾秒鐘要搖 幾秒鐘要搖好了 這個米漿 這還比較濃一點點 對 它會流得比較慢一點 喔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放進去 對 它後面去撐 就這一條這樣過去 對 裡面是蒸香 蒸多久 它會接過那麼久 差不多40到50秒 滿怪的 這麼怪 你起來就可以吃了嗎 那來就什麼 院做一條 我有 你先... 我先... 我自己... 然後 滿滿的一條 滿滿的一條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它以前是這樣喔 自己弄自己這樣喔 對 打到一條 然後自己一直一直這樣 然後給它捏捏捏的 輕盈然後再轉 它可以輕盈再轉 對 這個其實很像我們吃那個 腸粉啦 不是 它這個有一點像什麼這樣嗎 親民節在吃那個 輪拌皮啦 輪拌皮 有沒有 有一點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我們進來去蒸喔 可以蒸嗎 謝謝 這個步驟進去以後 40秒 對... 出來 然後變這樣 變冷 對 然後變像這個大姐在這邊這樣撥喔 對... 撥得下來嗎 現在你20歲而已 不好意思... 因為... 你整個蓋起來看不出來 對... 然後試試看... 走摸... 走摸... 來看一下 示範嗎 對 摸了之後就拿出來那個 這個... 撥得有一點的力量 好Q喔 對 這個人家看不出來 其實我現在有一點... 有一點看出來了 它跟滿潮真的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它... 它的那個質感有沒有 它有一個厚度 然後它有一個就是 我不能形容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它有一個... 它的厚度啦 它的厚度不一樣 對 它不太像反條啊 它看起來 然後呢 米乾 然後呢 這邊只要讓它會吃 讓它會吃 讓它會吃 喔 喔 然後再把它放下來 我們要操作一個嗎 來啊 然後這裡就要 對啊 你如果想說你吃米乾 吃一輩子 我剛剛知道 我這個要是剝不好 就好笑了 喔 會不會剝皮 一般這樣拿 上面一點 上面一點 低一點 太高了 不要累 這樣子嗎 對... 壓力很大 可以嗎 壓力真的很大 你有一個剝不好很尷尬 剝米乾 我怕要撕裂它 你知道嗎 這種溫柔的程度 跟跟你太太聊天 哪一個壓力比較大 你這樣我好難回答 喔 這樣子慢慢的拉它下來 這個壓力比較大 一般是用這邊的 有點擺 這樣... 這樣... 那是讓我上台一點 那我... 先到後面的時候 也就剩下一點點 喔 這樣子 會不會整片掉下來 會... 它還有空間...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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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它又給你講漂亮 然後... 要把它再調亮一點 合起來 對... 再把它拉過去一點 對... 繞到兩邊 然後... 對... 還高一點的沒關係 對... 有些地方... 到這裡啊 對... 然後... 然後... 拉高一點 然後... 到這裡差不多 對... 所以我覺得你蠻厲害的 大小要一樣 有天分 然後... 再把它對折嘛 對... 他也是... 他也是一個家庭主 你家也是你做菜嗎 我也可以耶 你家也是你做菜嗎 先把他... 你家裡做菜嗎 我做菜啊... 老婆做菜我不敢吃啊 嚇死我了 你要不要回去 他都不做菜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這樣回去以後 他說都不做了 像我都是把太太交會以後 然後我就不做了 這樣比較聰明 這樣比較聰明對不對 對... 他也要太太肯學啊 等一下啦 這個有壓力對不對 跟... 撥這個比... 1分1 撥完天以後就要有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 其實還好 你要敢去拉他啦 你越不敢拉 越容易破了 就覺得光拉他 就有一種很想吃他的感覺 要吃嗎 自己做的要不要 可以吃啊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加收了 可以啊 這邊又差不多了 就可以把它抬起來 這不要太那個 然後... 這個把它打到這裡 對 裡面起來 有... 用這個借力 我用借...借他這個 然後... 我先把它完成好不好 速度很快耶 可以 這樣對不對 可以 謝謝 什麼指 吃一點... 這可以長一點嗎 可以... 現在可以 跟飯一樣 真的跟飯一樣 可以 幫你弄... 這條也沒有辦法放回去 這條就我們吃了 可以啊 有把它吃完了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那平常我們要加什麼東西 那一台味道 店裡面會加一些 我們自己的醬料 有一種 常在吃倫敦糕有沒有 就是我們以前吃那種零食 對不對 你用倫敦糕 這個喔 加一點點糖蜂蜜 花生粉 喜歡吃點 就很好吃 就很好吃 它越咬越香 很甜 有那個米香味 它有一個米香味 純米製作而成的米乾 是雲南的傳統料理 也可以說是龍岡地區 最著名的美食 在這裡有六十多家的米乾店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風味 也有屬於自己的故事 而我們就用自己做的米乾 以及市場裡買到的醬料 做出屬於台灣第一等的米乾 來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邊的就是 米乾的傳統做法 是湯的對不對 沒錯 我們剛剛去那個聰箏市場 買了很多乾貨 對 我想能不能把它變成乾的 做乾拌嗎 好不好 所以就打算拌這一個蟲就好了 對 還有還有 這些都會下去很厲害 對 問一下 我們的米乾本來就是熟的 對 米乾本來是熟的 本來就是熟的 沒錯 所以我需要把其他的東西先燙熟 對 你要做乾的嗎 我做濕的 是要做湯的 湯的啦 不要說濕的 湯的 湯的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我這個已經煮得差不多 就下去了對不對 麵的話稍微過熱一下 可以再 你要不要打蛋了 你的蛋好像沒看過 你想要做什麼蛋 聽說你們有可以做蛋包跟 蛋包蛋花都可以 做蛋包的好了 好 那就是直接 直接扣一下就去開了 這個呢 這個是要直接下去 這個是最後你乾拌再下去 好 那我就做蛋花了 你做蛋包 對 我蛋包 我又蛋花 稍微蛋熟了一點 米乾再下去 OK 米乾下去的時候不要獨種酒 就稍微旁邊 旁邊放進去就好 放進去就好 像煮那個 泡麵 拉麵一樣的概念 這個 它這個湯頭的香 就滿不錯 真的嗎 黑豬骨熬的 黑豬骨熬 每天早上也就開始 這邊下去對不對 我問一下 就豬皮的概念 它是捏碎的上去還是一樣的 基本上豬皮 它是可以泡在湯裡面吃 它也不需要捏水 它泡起來就會有一點脆脆軟軟的 所以我還是可以留一點點 雲南米乾是用小湯鍋 依照客人喜好選擇 豬肝 肉片等配料 一碗一碗分開煮 就連蛋也可以選擇要蛋花或是蛋包 調味則依個人口味增結 是一道既傳統又美味 更是會令人上癮的好味道 至於我和阿修的特製米乾 即將打工告成 這隻蟲看起來真的很驚豔 是不是 完成 我當雲南人那麼多年 我都還沒有勇氣吃這個蟲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覺得牠好可怕 那不行啦 今天居然來都來了好不好 天啊 有棚吃遠方 我都吃了 我覺得吃超多的 快一點 快 我不要 可以啦 不要這樣子 來… 牠看起來超噁心的 來…身為一個雲南人 這也太多了 一起… 我不要那麼多 不客氣… 就… 小心… 來… 一起… 好 謝謝哥 謝謝 來… 乾了 現在是要乾杯的意思 乾了 好噁心喔 我全身發熱 你是雲南人嗎 因為我覺得牠很像蟑螂 你相信我跟蟑螂不一樣 不一樣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牠們比我吃過蟑螂 我是不知道 所以妳吃過蟑螂 妳知道跟蟑螂味道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蝦米的味道 謝謝 我這個還是… 還不行 不給妳… 不行 我不想 一乾一湯喔 好棒… 乾麵跟湯麵 漂亮 女士優先好不好 好 我幫妳來 不要 我吃這一碗就可以了 來一點嘛 我跟你講我這一碗就是精心調配 你要先吃乾的還是先吃濕的 先吃乾的 面對那個… 一點點好不好 這個也是我們剛早上在市場 豆腐乳我可以 對啊 早上在市場 我們雲南人豆腐乳真的是超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然後就這幾隻就好了 幾隻幾隻 哇 這也太多隻了吧 Ju來…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Ju來… 它泡在裡面變得好可怕喔 它泡在裡面變得… 哇… 變軟了 變軟了 Ju你喜歡的豆腐乳 來 漂亮 這個要拌一下 這一定要拌開來 這個是美食節目嗎 為什麼 對啊 我們節目非常的多元 我們什麼都可以 天啊 這個… 這個腳好可怕喔 你看 你剛才… 你剛才腳在那碗旁邊 吃掉就好了 好… 好香的味道喔 好香喔 好香喔 我覺得豆腐乳是一個… 很作弊的東西 超級厲害 你們很作弊對不對 很作弊… 有了它就什麼都搭了 我喝一碗這個 這個湯頭 他們的湯頭弄得很厲害 湯頭很棒 湯頭每天早上熬的 湯頭每天早上熬的 熬了多久 就當初這樣熬這個湯頭 其實它也沒有什麼甜 它就每天很新鮮的骨頭 然後凌晨四五點就開始熬 把所有的骨頭裡面 水果的精華全部都熬出來 然後主要是 我們自己炒的那個炸醬 炸醬 炸醬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那個湯頭 它有一點點淡淡的這個 黑色其實是來自於 我們這個 新香料炒的炸醬 對 其實本身熬湯的秘訣是 是那個炸醬 那個炸醬 你不講還不知道 你一講的時候 真的有一次 淡淡炸醬麵的香味 對 哇 而且這個叫做 我一直都把他講是板 米乾 米乾 這個米乾 你吃跟板條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米香味是很足夠的 那個 那個像酸菜一樣那個東西 水淹菜 水淹菜 也是我們自己淹的 它是吃過小米線 吃板條裡面 一定要有一點注意 哇 我覺得米乾 它很有嚴重 它的口感比較紮實 它不會就是化掉的感覺 很紮實 而且它不會那種滑不溜溜 它的整米香味是很厚的 不過 這乾的其實很好 你們店裡可以用 但不要擺十一塊就好 好不好 因為反正都在你們的市場 那個也不能亂擺 你看成本很高 對啊 對 那一大不便 不便宜 蛋白質來源 以前在山上 人生沒太多的選擇 只要會爬的 會動了就得吃了 有錯過 有聽剛剛那個 現在不一樣 這樣讓人生活好了 很多的選擇 對 但其實你看 很多的選擇以後 反而有的時候 你吃到的不是健康 是護膽的 是 你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在食物上面 原型食物還是最好的 你盡量去找原型食物 其實是好的 我發現你們兩個很能吃辣的 我們這個有嗎 我這樣講得好像 有嗎 真的 我現在覺得我自己好像 好像不是雲南人 不會吃什麼又不會吃辣 對啊 你感覺好像是外地來我們家做客 對啊 是不是 然後我們穿的就很Loco 你是因為觀光客 然後穿成這樣 沒有吃過 這是我放過之後 媽媽